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后竟带着四个小孩出现 一起来听 在山西的一个农村 一个年轻漂亮的尼姑出现在村子里 她敲开了一户人家 开门的是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男人 尼姑告诉大胡子 自己想画一碗摘饭吃 大胡子竟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尼姑 脸上马上有了笑容 赶紧让尼姑进屋 给她准备摘饭 尼姑走进屋子的时候 发现院子里挂了猪头和羊头 还有一些牲畜的皮毛 大胡子告诉尼姑 自己是一个屠户 平常干些杀猪宰羊的行当 尼姑吃完了摘饭 看见大胡子正在笑咪咪地盯着自己 她就问大胡子 我好看吗 大胡子一正 赶紧点头 说 好看好看 尼姑竟然笑了 说 那你想干什么 大胡子又一愣说 我想 大胡子还没说完 就要起身靠近尼姑 尼姑打了一个手势让大胡子坐下 她说 你想干什么我都知道 不过如果你真想那样 必须依我一件事 大胡子一听 喜出望外 说 别说一件事 一百件事我都依得 尼姑一听 笑了笑说 你要想做成好事 必须带我私奔 并且 必须在今晚不见天日的情况下私奔出村子 否则见了天日 我必受天谴 恐怕我们夫妻做不了多久 大胡子一听愣了一下 她一摸下巴的胡子 说 行是行 不过我得完成一件事后才能走 明晚走行不 尼姑说 不行 今天是一年的中间时间 是阴阳之气交接的时刻 阴阳之气平衡 我今天晚上和你做了好事 不容易被上天发现 尼姑说完 慢慢撩起衣袖 露出半截雪白的胳膊来 大胡子一看 顿时血脉喷张 她一咬牙 说 好吧 我两件事合成一件事 和你私奔的同时 把另一件事一块办了 这时 尼姑脸上出现一丝 不容易被察觉的微笑 尼姑问大胡子 私奔的时候不见天日怎么实现 大胡子走进里屋掀开床铺 只见床铺之下是一个地洞 大胡子拿了火把 从地洞里钻了进去 并且示意尼姑跟自己来 尼姑一看急忙跳入地洞 大胡子又把床铺放下 两人瞬间消失在地洞 第二天 隔壁的王寡妇 到大胡子家买肉 发现大胡子的大门虽然开着 里面却没人 她就走进院子又走进屋子 看了一圈也没发现 大胡子的踪影 王寡妇就自己 拿了一个猪头回家了 谁知此后一年 大胡子屠妇都没有出现 这期间 王寡妇经常去 隔壁大姑子家探查情况 直到把大胡子家的 猪头羊头什么的都吃完了 也没见她的踪影 王寡妇也报了官 但是官府查来查去 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一年后 那个漂亮尼姑 竟然突然出现在 大胡子的门外 身后还跟着四个小男孩 这一幕 正好被王寡妇看到 王寡妇赶紧凑上前去 说 我说道姑呀 一年前 我可想看到你 走进了大胡子家里 怎么一下子 你们俩都消失了呢 尼姑赶紧说 大嫂 你快把这四个孩子 送到村长家去 让他们藏起来 不然他们会没命的 王寡妇说 哎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尼姑说 你这大嫂好啰嗦 说完 尼姑一拳打在 身后的砖墙上 竟然打出一个洞来 王寡妇吓得一激灵 赶紧依尼姑说的话 把四个小男孩 领到了村长家里 藏了起来 尼姑见王寡妇 领着孩子走了 就快速走进了 大胡子家的院子里 尼姑在院子里站定 大声说 大胡子 快滚出来 你这个人渣 片刻大胡子 竟然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大胡子说 你这个贼尼姑 骗了我不说 还坏我的大事 真是该死 看招 尼姑也不示弱 双掌一扬 错身上前 和大胡子打在了一起 这时候 王寡妇返回来看热闹 身后还跟着村长等几个人 大家趴在墙头上 看尼姑和大胡子 打得很是激烈 真是飞杀走失 好不凶险 尼姑和大胡子 打了几十回合 不分胜负 这时村长告诉身边的小伙子 你快把村头打铁的 李铁匠喊来 他扔石子扔得很准 到时候瞅准时机 让李铁匠用石子 把它们分开 小伙子赶紧跑到村头 把李铁匠叫到了现场 这时尼姑已经和大胡子 打了一百多回合 仍没分出胜负 村长大声喊 大胡子 你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和一个尼姑打起来了 大胡子一听 纵身后跃 跳出圈外 说村长 这封尼姑是个恶魔 被我发现了 结果他就要杀我灭口 尼姑大喝一声 说大胡子好不要脸 分明是尼火童后山寺庙的老和尚 偷别人家的孩子 来练邪恶的武功 还说我恶魔 简直可恶 尼姑说完 又和大胡子打在了一起 这时 王寡妇对村长说 我去问问刚才送到你家的四个孩子 看看尼姑和大胡子 谁说的是实话 村长恍然大悟 说王寡妇你可以啊 关键时候挺聪明的 快去吧 王寡妇一路小跑 向村长家跑去 不一会儿 王寡妇又跑了回来 他告诉村长 尼姑说的是实话 是大胡子把四个孩子偷来的 村长一听 赶紧告诉李铁匠 赶快用石子打大胡子 李铁匠一听 从兜里掏出一个石子 往前一扔 恰好扔在大胡子的头上 大胡子惨叫一声 用手捂住了头 这样一来 大胡子门户大开 露出了破绽 尼姑纵身向前 点住了大胡子的穴道 尼姑说 这大胡子为虎作娼 后山寺庙的老和尚 答应传授给他邪功 所以他就替老和尚抓孩子 我在尼姑安每日练习武功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除暴安良 这大胡子是我出入江湖遇到的 无意中发现的第一个恶人 村长说 这大胡子是我们村的人 几十年我都没发现他会武功 并且还偷别人家的孩子 你是怎么发现的 尼姑说 那天夜晚 我恰好走到你们村外 我趁着夜色在你们村的后山练习轻功 我在树顶跳来跳去 练习得累了 就坐在树叉上休息 结果听到这大胡子和山上寺庙的老和尚 在商量偷孩子的事情 老和尚答应只要第二天晚子时之前 大胡子要是能给他送来四个小男孩供他练功 他就会把那邪功传授给他 我从他们的谈话得知 这大胡子已经悄悄在老和尚手下学了很多年武功了 尼姑咳嗽了一声 说 为了阻止大胡子偷孩子给老和尚送去 我就在当天下午假装去大胡子家画园 想把孩子救出来 结果到了大胡子家却没发现有孩子 就知道大胡子可能把孩子藏在密洞里了 于是我就假装要和大胡子私奔 并且骗他说 为了我自己免受天谴 必须得在不见天日的情况下私奔 结果大胡子就把我领到密洞里去了 这时王寡妇说 密洞里有孩子吗 尼姑说 进入密洞后 我就发现了四个被绑起来的小男孩 就是我让你赶紧领到村长家藏起来的那四个孩子 大胡子在和我私奔之前 要把四个孩子送给老和尚 并且从老和尚那里讨要邪功的秘籍 我就假装帮大胡子一块给老和尚送孩子 到了寺庙后 见到老和尚正在练功 原来老和尚练的邪功练到了一定火后 需要把四个小男孩作为药引子吃掉 并且这个阶段 老和尚的功力是最弱的时候 一旦他吃掉四个孩子 他的功力将会增长十倍 到时候真是天下无敌 当然也会让江湖遭浩劫 村长说 你只身身入虎穴真是不简单啊 尼姑说 当时我见老和尚功力是最弱的时候 就突然袭击了他 把他打成了重伤 我没想到的是 大胡子的武功很高 他见我会武功 并且打伤了老和尚 就知道事情不简单 就想把我捉住 我一边要护着四个孩子 一边和大胡子缠斗 有些招架不住 于是我就找了一个空档 施展内功和轻功 抱住四个孩子就跑了 王寡妇说 你跑哪里去了 怎么一跑就是一年 尼姑叹了一口气 说这大胡子对我穷追不舍 我只好往山林深处跑 大胡子也一直在追我们 结果我们双方就在山林深处纠缠了一年 所幸山林里面有野果子和野味 这一年我和四个孩子 靠吃这个活了下来 后来大胡子突然不再追赶我们 突然消失了 我算了算日子 恰好一年 又到了老和尚需要小孩子练功的时候了 大胡子肯定是又去给老和尚偷孩子去了 于是我就带着孩子 马不停蹄地赶来阻止他 也就出现了我把孩子托付给你的事情 尼姑说完问王寡妇 大嫂那四个孩子没问题吧 王寡妇说 道姑放心都没问题 尼姑说 如果不出我所料 大胡子的密洞里肯定还藏着孩子 今天晚上他要给老和尚送去 尼姑说完 就带着村长等人掀开了大胡子家的密洞 在里面果然发现有四个小男孩 村长赶紧让人报告了县衙 县衙了解了情况后 就把大胡子打入了死牢 并且派人把配合尼姑 把老和尚也抓了起来 县太也很高兴 赏了不少银子给尼姑 但是尼姑把银子都分给了 被大胡子绑了孩子的父母 做完这些 尼姑就云游四方 除暴安良去了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说完了 虽然真实性无法考究 但是因果报应 却是真实存在的 人在做 天在看 举头三尺有神明 希望大家都能敬畏因果 诸恶莫作 多行善事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